主持人的歌手 我們今天邀請團團上寫的就是,下午2點鐘開始的今天的研討會 那我們正點的話就開始了,可能有一些科務呢還在路上 我是今天的講師Lucy Lucy Wu 那我是來自我們最旁邊的化學服務部門的 今天呢就由我來給大家做關於Rose和Rich 這兩個法律要求的一些介紹 首先呢我們開始從Rose開始 大家能看清楚這個屏幕嗎? 應該還可以啊 這樣會不會好一點 這樣吧這樣能更清楚一點 這個Rose指令它的指令號 2011-65-EU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這個指令 Rose指令呢它其實是從2006年就已經開始實施了 那之前呢是一個老的版本 2002-95-EC 那現在這個版本呢 新的一個Rose指令 通常我可以叫它Rose指令 這個已經從2013年1月3號開始了 就是已經全部轉換成了歐門成員國的 國內的一些法律要求了 已經開始執行了 所以其實講來已經有一年多了 不算是很新的 但是呢它這個指令的話 可能裡面有一些內容呢 也是持續在變化的 所以今天呢 給大家做一些簡單的介紹 然後呢側重在 使它的可能的有的一些變化上面 Rose指令 它是關於限制在電子電氣設備中 使用某些有害物質的指令 這個裡面 會有兩個關鍵詞 電子電氣設備 還有一個是有害物質 那這兩個關鍵詞 我們去理解Rose指令的時候 主要從這兩個關鍵詞入手 首先我們講電子電氣設備 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三個E 它裡面是有一個定義的 那電子電氣設備 它指的是這樣的一些設備 它依賴於電源或者是電磁場工作 能產生傳送和測量電流和電磁場的設備 然後呢更常工作室呢 交流電不超過1000V 或者電不超過1500V 這個就是指令裡面給出來的 電子電氣設備的一個定義 這是一個基本的定義 當然在這個基本定義基礎上呢 它還有一些其他的部分 比如說 像這個電子電氣設備 依賴電流和電磁場 完成至少一個預定的功能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比如說像有些電動的玩具啊 有些電子客卡 它這個可能它只有一個功能需要用到電 比如說這個壓粉可以擠壓發出一些聲音出來 可以走路 然後這個賀卡可以發出亮光出來 這個它需要用到電的功能 這是它的一個功能 除了看這個之外 它還可以小孩子也可以拿著玩啊 然後這個賀卡也可以寫字書寫啊 這是其他的功能 但是不管怎麼樣 它如果至少有一個預定功能 需要用到電流 或者是電路 電磁場的話 那麼它就是在這個 電子電氣設備它的定義裡面了 這個 總共講這一點呢 是去區別於老的肉絲指令裡面 關於這個方面 它講的是比較含糊的 它主要是 它以前寫的是說 是依賴電流 或電磁場為主要的能源形式 所以 以前的時候 像是 一些電動玩具啊 這些產品的話 啊 他們就會覺得說 應該是補和肉絲的 那麼在新版裡面 它就明確了 至少一個預定功能 那它就算是電子電氣設備了 然後呢 投放歐盟市場的電子電氣設備 也包括電纜 還有 還有 維修備件 重複使用的備件 功能升級或增容的備件 這個也是明確 在這個總的電子電氣設備定義下呢 它把 這些電氣設備 又分成了十一大類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這裡有列出了十一大類的產品 其中呢 這個 八、九和十一 則是相比較於 那個 老的電子電氣設備 現在新版的電子電子電 那個 肉絲指定的話 它對這新的三類 產品也有效了 對於這新增加的三類 產品類別呢 那就指令給出了一些的緩衝機 然後相關的企業 它可以有一定的 時間去 對自己的產品啊 裡面用的材料 去進行了解 然後或者是進行變更 以變形去滿足 肉絲指定的要求 大家可以看到 醫療設備 還有工業監控設備 其他的電子電氣產品 分別是 2014年7月28號之後 才開始要滿足肉絲指定 那本總講的是 電子電氣設備的一個定義 和總共是一大類的 電子電氣設備 那在肉絲指令裡面 它還有明確的提出來 有一些 產品呢 它是不包括在肉絲指令範圍內的 那有什麼樣的一些產品呢 這些產品通常跟我們 日常生活或者是工業 所以關聯都不是特別大的 給大家稍微念一下 大家有點印象 比如說像軍工設備啊 還有發射到太空的設備啊 然後大型固定的工業工具啊 有交通運輸的一些方式 還有研發設備 太陽的光伏板 等等 像這些的話 它是 不包含在肉絲指令範圍內的 根據 肉絲指令實施以來呢 通常 我們業內會提出的一些問題 那歐盟委員會 它還公布了一個 一個就是 拿一個草案啊 可以來澄清一下 大家概念當中一些模糊的地方 比如說我們產品 除了產品本身以外 還會用到很多包裝材料 對不對 對 那 大家就經常會混淆 我的包裝指令 我的包材 是不是也要去滿足肉絲指令呢 這裡寫得很清楚啊 包裝材料 是滿足包裝廢棄物指令 就C62 EC 電池 我產品裡面可能用到了電池 這個電池 是不是也是符合肉絲指令呢 這裡寫得很清楚 是滿足電池指令 然後如果這個消耗品 它是設備的一個構成部分的話 那它這個消耗品也需要滿足肉絲指令 就比如說像打印尼的包裝 但是消耗品它不是這個設備的構成部分啊 就不需要去滿足肉絲指令 今天沒有醫療器械的一些客戶吧 沒有的話就不用跳過了啊 前面我講的都是第一個關鍵詞 電子電池設備 三個E 我們講到了它的定義 然後呢 還講到了十一大類的產品 然後還講到了有些產品它是不需要組合肉絲指令的 那我現在講第二個關鍵詞 有害物質 大家記得嗎 第二個關鍵詞是有害物質 可以跟我看一下啊 那我以前看過的時間 總共是六種 千統格 六加各 PB 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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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實也是一類 總共有一長繩繩繩繩繩的啊 Wiezi 除了嗝 它的一個限量要求是 小於百分之百分之0.00也就是100個dpm 其他的都是一千個dpm 这里写了一条 欧门委员会 他会在2014年7月22号前 考虑对禁用物质清单进行审议和修订 意思就是说 很可能 大家看这个日期也非常临近了 就是说即将我们六种 可能就不再是六种了 但关键是现在 欧门他可能还在组程序当中 官方文件里面还被公布出来 所以我们也不能确定最后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稍后我可以 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的一些信息 另外呢 这里给大家稍微提一下 就是目前的这六种 有害物质的话 我们TVV来因的一个测试方法 其实不光是我们TVV来因 就是大家业内的话 大家都是这样一个遵循的 最早的时候是有一个IC6231-2008的 这样的一个测试方法标准 那后来 那个有 EN的标准 采用IC的 所以有一个2009半的 那 2013年的时候呢 IEC把之前的这个标准里面 测试比如说测试千格拱 六加个 PPV PPD的 测试每一类物质 它分拆成了几个子的子标准 这样便于将来 如果每一个部分有更新的话 它只要去针对那个子标准进行更新 维护就可以了 不需要全部的再来一遍 然后呢 这些子标准当中 除了六加个 还有PPB和PPD的子标准 还没有出来 其他的 像天拱格 个啊 这些的话 他们的一个测试标准 就是已经出来了 所以 有一个预计呢 可能是六加个 PPD PPD 他们的标准 可能会是在2015年左右 最终可能不确认 所以我们现在出的测试报告当中 已经确定有2013年版本的 我们就用2013年版本 如果是 还没有确定的 比如说六加个 或者是PPD PPD 的话 那我们用的是EN 2009版的测试方法 但总体而言呢 这个2013版 它出了一些仪器设备啊 等等方面一些变化之外 跟以前的测试方法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所以不会影响到我们既有的一些测试 之后有的时候客户会比较巧说 你们拿到的报告上面显示的一个测试标准是不是最新的 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些关注 刚才说到了我们很有可能六种会变成更多的一些其他的物质出来 那有四种物质是非常有可能的了 第一个是六寿环十二丸 它的一个主要用途呢 是用在一些耐出接近的聚品仪器的部件当中 比如说像电器箱布线配件啊等等 它的一些次要用途也可能会用在聚品锡 ——隔键黯 share管线 连合剂等 这样的HPVC的产品当中也可能会用到 比如说像一些线哪啊 还有纺织图层里面也可能会用到 request 还有纺织图层里面也可能会用到 他们收集了一些产这样的一些废弃的电机设备 然后做了一些研究和测试 那么他们得出来的一些结论就是 发现这个六四环石二玩在里面的一个含有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像大型的 一个大型的加电 然后呢它的一个EPS或者是HPS的绝业原版上面是含有的 打叉的部分就是不含有 他们在研究测试当中没有发现的 刚刚讲四种嘛 一种是六四环石二玩 还有三种呢都是零本亚甲酸 或者是叫零本亚甲酸质物质 分别是DEHP BBP DEP 这三种物质呢 我们待会儿在讲RICH的时候 又会再一次的讲到他们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Rose指令里面有写到 就是说Rose指令它必须要跟我们欧洲 所以有一些化学品法规相一致 特别是跟RICH法规相协调 因为在RICH法规里面 他们会对很多的一些 有害物质啊 禁用物质 或者是高度关注物质 去进行研究频率的 所以像其他的一些指令 就是Rose指令 也要跟它协调一致 那我们会知道就是说零本二甲酸 零本二甲酸塩物质呢 通常是作为增速剂的一个使用 主要用途比如说像那个PVC啊 融性的PVC 在线栏当中的 还有次要的 比如说像电子陶瓷里面 或者是电容里面的 用途理会 这个表格跟前面 六C环石二丸的一个存在 也是类似的了 那么也是在 十大类的 费气电子电气设备里面 对DEHP的存在 做了一些测试和研究 打叉的部分呢 就表示它的一个存在性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四种是极可能在近期会增加到Rose现用物质里面之外 那欧盟呢 他还对其他的在电子电气行业 比较可能存在的有害物质进行的研究 他们委托了这个研究机构啊 OK欧盟做了一些研究 那他呢得出来一份研究报告 里面呢就还提到了二十种的优先的物质 这二十种的优先物质呢 又分了六P 就是根据它的一个重要性 或者是分显的大小 把这个优先物质又分成了六P 这个只是一个研究报告了 最后它形成为就是欧盟的一个正式的法规的话 还需要一定的阶段 我们会继续去跟踪这些 有些物质最后 会不会可能 以怎样的一个时间表 会出现在Rose指定里面 那我们刚才讲的是第二个关键词 有害物质 有害物质 我们说到了 现在啊 截止今天7月18号 还是六种 虽然有四种是极可能加入的 但是官方文件上还未公布出来 所以我们暂时还不清楚 那我们在讲这个 有害物质的要求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是在说整个电子电器设备 它里面所有的均质材料 都要限制使用六种有害物质 这里我提到了一个均质材料 对于大家理解这个有害物质限制要求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均质材料呢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 就是这个材料 它空体都是由同一种材质组成的 比如说像这个塑料 它可能是ABS的 或者是TP的 它整个都是这样一种材料 这个是第一种情况 那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像这种贴片电阻 电容等等 那它其实里面是符合了很多的不同的材质的 但这些材质呢 我们不可能用任何的这些手段 比如说我们去切它割它 骨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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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可能把这些材质在尽一步的封开了 那我们把这种情况 也视图为均质材料 像这个电容 我们说它符合ROS 现用物质的要求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意思是说 它 比如说这个 这个金属的影针 还有它的一个塑料的外皮 里面的铝壳 或者是个里面可以拆解的 其他的均质材料 每一个材料里面 它的六种有害物质 都是符合要求的 限制要求的 那我们刚才讲了 就是六种限制物质的要求 是基于均质材料提出来的 但也并不是说 所有的这个规定 都是这样子的一刀切的 因为在有的情况下 我们的技术 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或者是我们在综合考量 它的一个经济和 环境影响的时候 我们在有些应用 情况下 我们必须使用一定含量的 某种有害物质 比如说钳 我们才能实现我们的一个 产品的一个性能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们又提出了一个豁免的形式 把这种情况排开 用 总共呢 在附路3和附路4 这两个附路里面 把这些后面给列出来了 附路3呢 它是一个比较通用的附路 可以针对所有的十一大类的电子电器设备 嗯 附路4呢 它只是针对第八类 和第九类 也就是医疗设备和监控设备 附路3 到 即使到现在的话呢 它总共是有 41项的 护免 而附路4呢 到现在为止 它是有 40项的护免 所以假设我们是有一个 医疗设备 他们今年 20 14年7月22号 他们就要开始执行 柔史指令的要求嘛 那他们再来看它的产品 有多少条护免的时候 它是要加起来看的 这两个附路都看 如果 不是第八类 第九类的话 那只看附路3可以 看有哪些护免 情况适用于自己的产品 通常它的这个护免的话 有五年或者是七年有效期 但是也有可能呢 就是在某一条护免里面 它规定了一个更短的有效期 那就遵从那个更短的要求 哦 这里给大家一些 豁免的举例好了 让大家看看豁免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而且这些豁免的话 也是我们叶子电器设备 通常也会碰到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 铅作为一种合金元素 用在 加工的钢或 杜芯钢中 它的铅含量不超过 0.35% 也就是3500个PPM 那我们刚才说过的 它的铅的限制要求本来是 0.1% 也就是1000个PPM 对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铅 它的一个含量是可以超过1000的 后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其他的 比如说 在铝合金当中 不超过0.4% 铜合金 铅不超过 14% 还有高温溶溶 汗药中的铅 这都是一些额外的情况 7A如果小于大叔 嗯 这个钢里面 7A如果小于大叔 大于的 它要么就是说 你的高温溶溶汗料 它里面的铅肯定是大于85%的 小于一点点 如果小于一点点消息 那就不是它这个定义的高温溶溶汗料 那我们回过头来 就是给大家 大致再理一下 我们的一个电子电器设备 我们怎样来判断啊 它要不要符合Rose指定的要求 首先是看它是不是一个电子电器设备 我们前面提到了它的定义嘛 是吧 依赖电流或电磁场工作的 然后产生传数 和测量电流和电磁场的 然后还有直流多少浓 交流多少浓 对吗 还有包括一些线 线缆啊 还有备用键啊等等 至少要依赖电流或者是电器上完成 一种预定功能等等 如果它满足这些要求的话 那么它是 要符合Rose 然后我们再去看它那个 是不是排除在Rose指令范围 坏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 军工设备啦 还有发送到太空的一些设备等等 好 如果它不在这个排 这个排除在Rose指令范围外的话 那么它就肯定是要符合Rose指令的 那符合Rose指令 就有提到了一个限制要求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嗯 所以我们是用某一条豁免项目 但是其他的呢 嗯 就是都要达到那个限制要求 比如说百个PPM或者是一千个PPM 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我刚才我讲了啊 就是Rose指令的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电子电器设备 第二个呢 就是有害物质 嗯 虽然大家对这个指令 它那个里面的一个主要内容呢 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我们这个R01165-1这个新的Rose指令呢 相比较于老的Rose指令 我来说它最大的一个不同呢 是这个新的Rose指令 它是纳入了C1的一个要求了 也就是说 比如说像 像我们的一个产品 以前就是 嗯 还是以医疗设备打个比方好了啊 像他们产品以前就是出口的 到那个欧洲的时候上面打了C1 它可能 表示它符合了就是 医疗器械的一些相关指令 还有 嗯 安国压啊 或者是等等这样的一些指令 但是是不包括Rose的要求的 那么从今年7月22号开始 它打这个C1呢 就是 表示它这个产品 如果是要符合Rose指令的话 它已经符合了 这样的一个含义 在Rose指令里面呢 它总共有四种角色 一个是制造商 还有一个是制造商的授权代表 进口商和送货商 这四个角色呢 都指的是在欧盟境内的 每个角色呢 它在 根据指令的要求 它都有自己不同的义务 那对于 我们是欧盟境外的一些制造商呢 我们重点可以看一下就是 对于制造商和进口商 有怎样的一些要求 因为 我们要参考这样的一些要求 然后呢 去做一些相应的准备 让我们的产品能够安全的进入欧盟进行销售 这个义务呢 我大体把它分了一下类啊 总共是四种 一个是在产品本身 有一些强制的标签要求 第二个呢 是内部生产控制的要求 第三个呢 是文件方面的要求 这个文件又包括符合性声明 然后技术文件 符合性声明和技术文件 在产品里头放出产后 要保持十年 第四大类呢 是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义务 那接下来的介绍呢 我会给大家 就是详细介绍一下 就是里面都具体是怎样的一些要求 先讲第一个 标签的要求 当然首先是 产品在投放欧盟市场之前呢 首先要贴一个CE的标志 除了CE的标志之外呢 还有产品的一些 产品信息的标志 比如说它的产品类型 批号或者系列号 或者是产品的一些其他的实力元素等等 这个标志 电子电器设备上 要标明制造商或者是进口商的名字 注册商品名或注册商标和地址 如果产品上不能够贴CE标志的话 要在包装和随附的文件上加贴 这里给大家一个例子 首先是第一个CE标志 然后第二个产品的标识 比如说产品的名字 电压电流 这都是它的一些实力元素 然后这里呢 这个可能也是 德国的一个 制造商或者是进口商的名字 然后它可以联系上的一个地址 这个也可能是产品的信息 识别元素 它的一些批号等等 那除了刚才说到的 这些标识之外呢 通常我们还会看到一个拉子桶的标志 这个拉子桶的标志呢 它是根据WHOE指令 就是废弃电子电器设备 还有这样的一个指令 一个要求进行加贴的 它表示的是 这个电子电器设备 它到了被废弃之后呢 要进行分类回收 不要随意丢弃 第二个应目就是内部生产控制 这个内部生产控制呢 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决议 768-200814-2模式A 要求提出来的 要做内部生产控制 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要管控它的一个 来料生产 还有质量控制等等的各个环节 使得我们所有的产品 批量生产的产品 都能够符合ROS 在每个环节里面 我们要记录 跟这个有害物质相关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来料的时候 我们要记录 就是供应商 他有没有提供相应的一些声明 或者是提供了第三方的测试报告 这些测试是在 那个实验室做的 一些相应的报告号等等 这样的一些信息 药材又符合的一些原料 第三个是技术文件 刚才我们说技术文件的时候呢 有提到两个哦 文件提到两个 一是技术文件 还有又是 是DOC 那这个技术文件呢 它也是在 这个决议768-2008-BC 我已经 FORO2模式 ModuleA里面提到 那欧盟出来了一个协调标准 EVN50581-20120 这样的一个协调标准 那如果企业它能够根据这个协调标准去准备技术文件的话 那这个肯定是符合ROAST的要求的 它是专门用来评估电子电气社会中有害物质限制的技术文档的 它除了可以参考这个协调标准来准备ROAST的相关技术文件以外 待会我们要讲的一个REACH法规 等等 其他的 这个化学相关的一些 管控法规的话 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协调标准去进行准备 然后呢 它只是针对产品 本身的一些技术文件 不包括你的管理体系方面的一些文件 这个技术文件呢 主要内容有四块 第一个是产品代数 比如说名称型号规格等啊 还有图片爆炸图 特别的是它属于ROAST使命的哪一类 第二个是产品的一些材料信息 为什么要说到这个材料信息呢 所以比如说像有金属材料啊 电镀的金属啊 像这两种的话它的分险 在不同的物质上也是不一样的 特别是像这种电镀金属 比如说它工艺当中有用到六加个的话 如果它没有处理好的话 那最后在这个电镀好的金属上面 可能会有残余六加个 所以像电镀金属 它六加个的风险就会比较大 而这个金属它里面是不会含有 刚才我们说到的六种物质里的 PPB和PPDD的 因为那两种物质是锈锡的阻燃器 它是有机物 是不会在金属当中存在的 像塑料的话 塑料的话它肯定就是 可能会用到阻燃器之类的 第三类 显示材料及支持文件关系的信息 前面我们有收集到了 各个材料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也会去问 供应商要相应的 这些材料的一些信息 看它是不是活肉似的 我们可能会问它要一些声明 或者是我们在合同协议里面 就跟它说好了 你供给我的材料 或者是部件 都必须是符合Rose的 然后呢它可能会给你 给一些声明的文件 列出来 我里面比如说 签个拱六加个 我的还要是 含不含有 或者是我某一个签 我是试用我哪些或每条款 它可能会给你这样的一些声明 也有可能 它就直接给你一个 第三方的测试报告 第三方的测试报告 那这些呢 都是用来支持这个材料 它是不是复合Rose的 这样的一些 的知识文件 第四块呢 就是我们可能会 引用到的协调标准 和一些相应的技术法规 比如说 刚才我们收到了一个材料声明 那可能 可以参考 这个EN62474的 这个标准 还有 报告上可能会体现 EN62321或者是 INC62321-2013或者是2005 这样的一些标准 INC624476 等等 这个可能在采烂里面出现的话 它可能会 就可能引用到了 那我们在技术文件里面 都会体现到 那里面提到了 我们说引用到的 技术规范 或者是标准 这里给大家稍微多一点的信息 INC62474-2012 这个是 它可能会收到很多的客户 不同 格式的 一些声明 要求 那 来一个客户 按照这个客户的要求 填好了 另外一个客户又有点不一样 他可能要重新写过一遍 那如果说 大家都用同一种标准去做事情 用同一种语言 说话的话 那他的工作可以大大减少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 有这样的一些标准出现 它的一个要求呢 主要是 在 第四个条块里面体现的 包括了 基本的信息要求 和额外的要求 分别在 产品 产品的部件 物质和物质组 这三个层面 提出要求 它里面还有几个附路 也是 就是给到 大家可以有一个示范的例子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填的话 也可以去看它的附路 比如说的 游戏电子部件 或者是一个 面包 就是 面包机成品之类的 然后还有 产品 系列 比如说像电容的一些系列等等 就是这种情况的 它都举了一些例子 这是另外一个可能为你用到的 技术规法的标准 62476 它其实是 用来指导大家怎么对一个产品 它的一个符合性做一个评估的 在这里面有一个流程图一样的 首先呢 首先呢 我们是要确定 这些限制的或者是要申报的物质 它的要求 是什么 它可能是来源于法规的 也可能是来源于客户的一些基础规范 那 在 汇总的这些要求之后呢 那就根据 第五个条款 开始 产品的就是在规划之初和设计的时候 就进行考虑了 具体这些限制的要求要考虑进去 然后还有产品设计的一些要求啊 还有供应链的一些要求等等 这个考虑进去 然后呢 要 获取一些信息 看 是不是 我用到的一些材料和部件 是能够符合上述要求的呢 这些供应上的信息 可以去参考 刚才我们提到的 U2474材料申报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还有关于测试方面的 比如说IEC U231的测试标准的要求 还有在制造和组装流程当中的一些信息等等 然后最后呢 是进行一个产品的评估 通过 我们上述的 获取的一些信息 进行一个评估 最后呢 我们导出一个就是 适用的一些文件了 比如说像自我声明啊 还有一些技术文件等等 那总的来说 我们在准备这个技术文件的时候呢 我们是有四项的任务需要做到的 第一步呢 就是确定我们需要的一些信息 通常是从两个方面去获取的 一个是采量分解 还有供应商的可信度 这两个方面的信息我们都要去获取的 收集这些相应的信息之后呢 我们要对它进行评估 比如说这个 这个 它提供信息是不是真是有效的啊 采质是匹配的 或者是这个供应商 它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能力 去做出这个声明呢 说我真的符合Rose 但是它厂子规模很小 然后我生产产件一塌糊涂的 这个信息我们真的可以相信它吗 是不是它的一个声明就可以了呢 评估之后 如果可以用的话 我们就采用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确保文件是持续有效的 刚才我们提到了 像六种有害物质也有可能发生变化的 测试标准呢 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 所以很多方面 包括材料方面 它可能更换了材料 更换了产品 还有这个供应商 也可能 我们换了一家供应商 所以这些技术文件呢 都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 它随时有可能变更了 所以我们要确保 这些文件是持续有效的 一旦发生了变更 就要把最新的信息给补充进去 那我们循环往复地去做这四项任务 来确保我们的技术文件 一直是有效的 可以 刚才讲的是文件的第一部分 技术文件啊 我们是参考 命令的刑法标准 EN50581 来准备技术文件的 那第二个文件呢 就是符合性声明了 符合性声明的话 它要包含的要素 在Rose指令附录里面 它有给出来的 你说产品是什么呢 然后制造商和授权代表的名称和地址等等 然后呢 关键的是说 它这个产品是符合 2011-65-15 也就是Rose指定的要求的 然后还有一些 其他的也可以追溯的一些信息等等 最后这个制造商和授权代表呢 要表示啊 我愿意为自己 就是所签署的 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等等 这些信息都包含在里面的 那我们必须在 做好了所有的前期的工作之后 确保 我们真正 真的是符合Rose 我们才能去做这个符合性声明 刚才我说的义务 我建成了四大块 一个是标签 第二个呢 是 就是一个 内部生产的一个管扣 第三个呢 就是文件 第四个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义务 其他的义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其实 就是确保 连续生产的符合性 还有更多的就是说 这个产品 已经在欧洲市场上进行售卖 如果发现了一些不符合的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做 对吧 还有就是如果 呃 成员国的一些 主管当局 他要来 调查你的产品 是不是符合Rose的 他让你提供些相应的文件的时候 你应该怎样去配合 这是 这也是义务 那我刚才讲的就是 啊 我的产品 需要出个Rose 证明 那我需要做哪些事情 那如果 我没做到 然后 产品又在欧洲市场上进行售卖的话 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在欧洲呢 它有一个快速的预警系统 啊 主要是针对食品类的产品啊 叫Rapix 在这个网站上呢 他会每周都会去啊 公布 各个成员国 他所抽查到的 就是 不符合法规 欧文法规的一些情况 公布在上面 啊 这里呢 给大家两个就是 不符合 Rose指令的一个 被通报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啦 这个能看清楚吗 后面的 它这个其实是 一套的一个化妆 呃 化妆的一些 呃 呃 产品 就是 集中产品 是一套警察的 啊 小孩子可能会 喜欢穿这样子 然后呢 它里面 除了一些绑织的材料之外 它还有一个就是 一个对讲机 那么对讲机的话 啊 它是需要满足Rose指令的 然后呢 在这个部分的话 就会发现啊 它是Rose和Rose的 所以 它得到了一个处理的 啊 就是 就是从这个市场上啊 就 必须要撤 撤走 这个也是一个类似的 这是2014年第八周 嗯 就是前12年 大概是2月份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产品 设计到的产品呢 是 汽车里面 用到的一个 遥控 遥控设备 嗯 然后也是被发现 嗯 里面千含量是超标的 它达到了 三千六百个PPM 超过了 一千个PPM的要求 那这个产品 那这个产品也是 啊 必须 撤离澳洲市场 不能在澳洲市场上 那个 进行销售 啊 它的产品 是中国的 那这个Wrapping上面呢 嗯 就是2013年 它的一个统计上面 大概 有百分之 二十 呃 二十左右 都是违反了这个 化学方面的一些要求 指令 一些案例 那我们中国呢 因为是一个制造大国嘛 里面基本上案例都是 很多都是 产品都是从 中国制造的 我们销售到欧洲去的 嗯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 就是 一个通报系统 其实每个成员国 它都会 有自己的一些 执法的行动 嗯 这里 给大家一个 一个举例吧 比如说像瑞典 瑞典他们 那个花学品 管理局 他们 呃 从 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 在做市场的监控抽查了 像 2013年的时候 它进行了两个项目的抽查 第一个是针对的国内的 呃 那个 家用电器 他们是分析 通过了那种 进行测试的方式 啊 去看看 那个六种有害物质 是不是符合要求的 总共对33个产品 啊 就是进行了 搜查 那么发现 有四个产品 它的签是超标的 然后呢 还有呢 还有一个专门的项目 实际上是直发器啊 还有干发器啊 还有离子碳碗等等 这样的一些 家电 那它的方式呢 是 一 检查它的一个 六种有害物质 是不是超标 第二呢 去看看它的技术文件 还有它的标签 是不是符合要求的 总共有38个产品 那么 啊 还是发现有两个 牵制超标的 然后呢 更多的不符合 是在它的Doc啊 或者是 它的各可以联系到的地址 然后或者是标签等等 这个方面 发现有避漏 那同样的2014年 他们也会在啊 家用电器 还有 这个手机 平板电脑 这两块 会去进行 市场监督 调查 那晚一些时候呢 我们可能就会知道 到底 在 这两个项目当中 会有哪些 哪些的 可否的情况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这个通过 分析的方式 主要发现的是 千超标 这跟我们在日常测试当中 发现的情况 也是类似的 我们可能在 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可能测出来 如果 有不符合 Rose 的项目的话 单多是千 特别是焊料里面的千 也有极个别的可能 比如说像 格 CD格 它可能在塑料里面做稳定剂 这个也有发现过 或者是偶尔也会发现 在塑料里面 它会发现有一些 PPB 或者是 PPDE 这样的 休息阻人剂 但 因为 我那几页 特别是 实际上那种 我们叫 资讯行业 像这种 还有家电里面 因为它符合Rose 已经提出了很多 人的要求了 所以的话 这种 超标的情况也是越来越少 但是呢 也不能避免的 有一些企业 可能它做得没那么好 但是就直接把产品给出口 到国外去了 所以在 台外的话 被这些市场监督机构 执法当局 被他们抽查出来 那这样的影响就是非常巨大的 嗯 嗯 那个 看她今天稍微有点 精神不是很集中啊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的话主要是做什么 百货的 百货的 嗯 百货的 所以可能 超市 里面的可能产品 那个也是特别多的 很大的 很大的 哦 家电啊等等 电动玩具啊 可能都会含有的 是 那 那 那你们目前的话就是 在Roseford这一块的话 你们觉得有时没有一些问题 最大的问题 会不会 经常碰到的 可以跟我们 就是大家分散一下吗 现在 就是在Roseford Roseford 在浪化 对 过去很多过敏相当 也不清楚 Roseford 是 一条文書 是 对 我刚刚刚它是 只要从D2 重新在做Roseford 证实的评估 然后 看了没他们知道Roseford 是需要Cmark 对 谢谢 那 如果说像加业类的产品 可能是在Rose1里面 如果在單位裡面的話,可能就是要注意它的一些技術文件啊,然後標籤啊,這個方面的一些鎖定,對吧? 然後它如果以前能夠六種有關的物資能夠做到複合的話,只要它日常監控還做得比較好,或者是它的材料沒有發生過大的變更,那基本上這個可能單清會比較效益 那我們這邊講呢,就是其實你是跟大家主要溝通一下,可能每個行業是不太一樣的情況 那平常來說,就是如果要做到整個供應鏈的一個管理嘛,因為像油含物質的話,我們在說到的是針對軍製材料的 那一個最終產品的話,你為了確保自己的產品是能夠一直符合ROS的要求的 那必然會涉及到要對供應鏈進行管控,因為只有你的供應商,它持續的給你提供好的符合ROS的原料和固件 那你才可能做成一個最終的一個符合的產品 所以呢,我們就是必須時刻的去了解ROS指令的一些更新嘛 然後呢,最好的呢,就是能夠形成自己企業內部的一個技術規範和技術標準 然後即時的在對自己企業內部相關的部門,還有整個供應鏈區經營傳達ROS的一些要求和它的變更 這個分階段禁止有害物,有害的物質呢,這個可能是主要針對於說比如說 像那個醫療系列或者是監控設備,因為他們是從2014或者2016,2017或者2019年 才陸陸陸續續開始要符合ROS的,但是這個轉換過程當中,一開始的話他們不能一直坐在那邊等 他們必須要做一些工作,然後呢,對供應鏈提出分階段的一些要求 比如說我到哪個時間節點,就必須讓你先達成那個ROS指定的要求了 這樣我才能確保這個指令,正是開始對我們的產品生效的時候,我就能夠非常自信地去滿足它的一個要求 然後呢,第二個重點就是,我們去問供應商要一些市民合作協議,或者是相關檢測數據和報告的時候 也必須要特別地產生,因為像這個的話,特別是,其實數據和報告 就是有很多作假的情況,那我們作為中端的產品,或者是一些買家的話 我們也必須要有所提防,因為就是我們看到過很多這樣的一些案例了 也包括,就是大家可能有印象啊,就是前幾年的時候,有一個美國的一個特別大的玩具廠商 它的一個產品呢,被發現裡面千鈔標,然後呢,導致它中國國內東莞的一個供應商,一個老闆就跳樓自殺了 這樣一個案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聽到過這個一個新聞 那其實它的一個,這個供應商就是東莞的這個老闆 它是有報告的,但是呢,這個報告,它,呃,財訊的是它的一個,它的一個供應商的一個報告 那個供應商跟它好像還是一個什麼親戚的關係 但是它,發生一些變更的時候,沒有及時告訴這個老闆 導致後來發生了這樣的一些,質量的問題 產生了很大金額的一些,呃,退貨啊,賠償 所以這個都是,後果是非常難以想像和控制的 所以呢,我們,呃,在這個環節的話,我們必須要特別審慎 第三個,呃,有害物質過程管理體系 像IECQQ408萬,這個是專門針對有害物質的 它可能基於ISO9001,或者是14001,跟這個體系文件是非常類似的 但是它突充的是有害物質的管理 那我們常說的一句話是說,這個品質呢,不是通過測試就可以,就完全做好的 測試不能夠,就是,確保百分百是OK的 更多的是在測試以外的 所以我們需要,建立這樣的一個長效的體系的機制,啊 把我們生產的,各個相關的環節,都考慮進去管理起來 這樣才能,最大程度的降低風險 那,這是它的一個核心思想和理念啊 ROS要求,啊,它首先是把這個我們整個企業的各個生產各個活動啊等等 都劃分成一些過程,然後呢,在每個過程,就導入ROAST的要求 比如說,六個有害物質的生質要求,對不對啊 導入進去呢,在過程當中進行控制,輸出一個符合ROAST的一個結果 這個結果呢,再進入下一個銜接的過程 啊,就要一個銜接一個,再銜接下一個 最終呢,出來一個ROAST符合的結果 它就這樣一個理念 它裡面涉及到的一些關鍵的過程點呢 啊,比如說,像設計,設計這個階段 啊,那我們從 好的產品,設計也是佔大了很大的一個分額的啊 那我們在設計的時候呢,就要去 啊,把六個有害物質提出來 對吧,我們必須要用好的材料 這個指令要求的材料 啊,然後採購呢,你必須按照這個要求去進行採購 啊,不是符合ROAST材料,我們就不能再用了 然後呢,比如說我們在倉庫管理的時候 啊,我們要做相應的一些標識 特別是有一些,既生產符合ROAST,又生產不符合ROAST的 這樣的一些製造商 那,肯定要劃分清楚,不能發生那個混掉的情況 啊,出現了異常,或者是不合和平的話 我們要怎樣去進行追溯和處理等等 啊,那一個電子電機設備,它要做ROAST測試 如果拿到我們TU會來一個使用室的話 啊,我們首先呢,是要把這個產品進行拆樣 拆到不能拆為只用機械手的 讓散布收到一個均質材料的概念,對嗎? 對 然後呢,我們對每個材料繼續進行拍照 啊,然後列出一個材料的清單出來 啊,然後根據材料呢,進行測試 比如說像金屬的,我們可能就只做六個項目裡面的四個就可以了 啊,如果是非金屬的,像塑料等材料呀 那我們就要把這個六個有害物質全部做到,這樣才能確保它的一個風險 好,測試完成之後呢,我們再會總結果出一個測試報告 這個就是我們樓上的實驗室他們做的事情 那我們部門呢,提供關於樓市相關的新服務 啊,首先當然肯定有測試啦 不管是證據原材料啊,物件啊,還是整機等等啊 啊,都會有的 然後還有培訓等等,還有一些分寫評估報告 啊,這個客戶它可以提供給我們的BOM 啊,然後它的一些圖片,我們可以根據這個其他的大致 可以做一個分寫評估出來,這樣 然後呢,還有,嗯,比如說我們可以 也有一些,也有一些行業他們可以提供給我們一個BOM的話 我們去,呃,幫他收集這些公益商的一些很多的報告 這個主要可能是針對一些大型的醫療設備 或者是監控設備行業的啊,我們提供這樣的一些服務 然後呢,我們還可以,呃,幫客戶去驗證一下他準備的主件 是不是符合要求的 啊,這個呢,一個,我們可以由客戶提交電子檔的資料給我們 我們工程師去做,也有一個課程 就是,他順利我們的一個系統的服務 他自己獲取一些帳號,密碼登附進去 然後根據這個系統裡面提示,啊,把相應的資料給上傳下去 兩種形式都是可以的 然後呢,還有,像提到的一個 這個,ICQ,公司民辦萬體系認證,啊,我們公司也有一個體系部門 他們可以做相關的一些認證的呢 嗯,剛才我們提到了一個垃圾桿的標識嘛 啊,那個這個,這個標識的話,呃我們這個廢氣的電子,電子親 然后呢它的材料可能会被当地的一些回收厂拆解下来 可能重新利用 然后这个法规里面呢 它会对这个回收率有一定的要求 那我们也可以帮客户去预评估一下 它这个回收率是不是能够达到法规的一个要求 等等类似的服务了 然后这个是我们一些自示证书啊 一些古板 那关于LOS呢我就讲到这里了 不知道大家有一些问题可以提出来 大家交友一下 现在很多工板它自己都会来谈谈LOS的检测机器 XIF 那它的那个准确性能够达到多少 如果你说的那个仪器 都是指那种快速扫描的仪器的话 那它基本上 它就只能 我刚才说六种 六大类有害物质嘛 它只能就是做到 天 格 红 个 然后秀 这五种元素的一个含量 那秀的话 到底如果它测出来 有一定的含有的话 但它是不是我们 法规里面要求的PPB 或者是PPDE呢 这个他们是不知道的 除非说它自己做那个秀 然后素质很低的 那就可以证明说PPVD也不含有 那如果有一定的数据 而且这个数据比较高的时候 你就需要用到进一步的那个化学仪器 去进行实法分析 这样才能确认 然后这个仪器呢 它也有一定的误差 误差范围 误差是比较大的 所以的话 如果有一些结果 是模棱两可的 那这样的结果 也是必须进行实法分析的 才能确认 当然 如果能够采用这样的一个设备 那确实对于他们的来料啊 或者是什么监控的话 确实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但是如果发现有不能确定的 就必须还是要进行 下一步的分析才可以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可以确定的是可以信任的 当然有些其他的缘故 光是从它这个仪器本身 可以做到的 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 考虑 可能也要加以考虑吧 比如说 像他做这个 这个 去操作XF的人 他有没有上的能力和资质 包括他的一些仪器设备 他有没有定期去校准啊等等 会不会影响他的一个测试结果 这些的话 可能也要稍加考虑 那这边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休息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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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再回来讲 下一个部分的 Reach 好吗 好,谢谢 好,那我们接下来讲第二部分 Reach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法规 法规号 1907-2016 那它是2006年就颁布的一个法规了 那我会从三个部分去讲 这个法规 它的主要内容 还有 还有 这个 Reach法规里面 有一个物品定义 这些物品 它要把 有哪些义务呢 然后我们提后来一点 会给出一些相关的建议 Reach 它其实说的是化学品的注册、评工、授权和静用 是这几个关键词的手部的一个缩写 它这个 法规呢 是关于化学品的一个管理的 它非常的庞杂 里面的文件特别特别多 理解起来 对于就是 就是 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买家啊 或者是制造商啊 专门做 搞这些法规研究的人来说 一些才 其实蛮艰深的 那所以呢 我今天做这个介绍的话呢 你会从简 给大家留一个大致的印象 然后方便我们就是工作当中 就是能够抓取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记忆 对吧 所以好像在这个培许里面 我们有听到过 这样一个关键词 然后我们可以再稍微去查一下 这样子 今天希望达到的效果是这样的 如果你们需要了解这个法规 它更多的一些内容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上这个欧盟的 BCHA的网站上去查询的 那我们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了啊 这个BCH法规呢 它是由注册评众 社权禁用 这四根柱子撑起来的 像一个大屋子一样的 缺一不少的啊 缺一分的缺 当中的任何一个 那这个欧盟呢 它有成立一个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 或者叫ECHA 这样的一个机构 来作为当中的一个协调啊 还提供一些基础支持啊 还有一些管理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职能 那在后面的话 我们可能也会平凡的提起 那它有哪些的主要内容呢 在讲这些内容之前 哦 我们是要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 它这个是准备所有的化学品 这个化学品呢 它又分成了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布置 第二个是配置品 第三个是物质 物质 什么是物质呢 它可能是天然存在的 或者是我们在合成 合成当中生成的 这些物质呢 通常有一个代码 叫CSNumber 就像我们人有一个身份证号码一样 我们前面在讲Rose的时候 有提到尖 鹅 鹅 狗 像这些物质的话 它都是属于物质 然后 合格物或者叫配置品 它就是由 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物质组成的 比如说像我们的油漆啊 油墨啊等等 这些 我们叫它物质配置品 三个就是物质 物质的话 基本上是含过了我们 日常家用的 或者是工业上的大部分的东西 大部分的产品 比如说像电脑啊 或者是服装啊 蓝具啊 呃 设备啊 等等等等 它这个物质 它是 平常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定的外观的 然后有一定的功能的 这个它已经设计好了 然后它这些功能 外观的话 它相比较它的一个化学性的来说 这个要更重要一点 所以把它就是都叫做物品 然后我们提到的刚才 那四个柱子 它可能是 这有的是针对物质的 有的是针对配置品 可能有的是水 有的是物 物品会涉及到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先把一些概念放在前面 给大家稍微讲一下 像物品里面 啊 还有一些情况 比如说像 就电脑 它外面还有一个包装材料 对吗 那 有人会说 它这个电脑 本身是一个物品 是一个article 然后它的包材呢 又属于外的article 然后有的东西 它可能是成套使用的 比如说像那个 那个套盒里面 它包裹了几个 化妆的套盒 它可能包裹了几个部分嘛 小部件嘛 有的是口红啊 有的可能是 塑布 等等 它那个可能 每一个又属于一个单独的article 那好了 我们现在接下来 给大家讲 第一根柱子 注册 注册 注册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针对物质的 代表回想一下 帮我讲到 substance 物质 它就是 嗯 这里概念 没有数据 就没有市场 没有注册 就能够收手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间表 它分阶段的 到2018年5月31号 所有在欧盟境内 制造或者是进口的 大于一分每年的物质 都需要到 ECHA 进行注册 注册的话 你要提交一些 注册的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 有的 比如说 冬位数 特别大的 大于一千吨 大于一百吨 它这个冬已经要注册好了 它的那个 冬位数 越大 或者是它的 冬在危害越大的 方 你就优先注册 然后进行相应的 评估 如果是冬位数 相对比较少的 让它对社会 或者是环境 产生的影响 相对也会 比较少一点 让它注册的时间 节点也会比较靠后一点 但总体来说 如果 这个 你这个物质要在 欧洲市场上 就是在制造或者是 或者进口来的话 必须得那个 进行注册才可以 就是 以后 可能就是 工装化学品 管理群 ECHE那边 会去办这些 收到的注册资料 进行评估 是不是 文件 符合法规的要求 然后呢 里面 是不是 他们可能 会对这些物质 比如说 都会比较大的 他们要提出一个 测试方案的话 这个测试方案 是不是合理的 特别是 涉及到一些 动物测试的话 是不是一定要做 这些动物测试 能不能减少一些 或者是 有一些物质 感觉 特别关注 那我们是不是 要进一步的考量 等等 就是他们评估做的 一些事情 包括成员国 他们也会 参与这个评估 但是呢 我想今天来的 基本上 我们的客户 客户群 主要客户群 大家可能都还是 以物品为主的 很少说 会是生产这种 大批量的 那种化学物质的 所以呢 这两个 我只要它列在一起了 好 我们大致了解 它的一个概念 第三个 第三个柱子 授权 授权 它针对的是 高度 关注 物质 对 它也是讲物质 但是前面有个定义 高度关注 英文 我们叫它 SVHC 它包含哪些呢 CMR 治癌 治疾 和生殖毒性物质 或者是PPT 持久 生物累积 和毒性物质 VPVB 强持久性 和强生物 累积性 或者是其他的 对人类和环境 具有不可逆转影响物质 这些所有的 都是我们说的 SVHC 所以很多客户 找到我们说 我要做REACH 测试的时候 其实多半他们指的是 要做这个高度 关注物质的测试 那这个授权 针对高度关注物质的授权 是怎么回事儿呢 其实 它是 有硬的 步骤的 达到最后的一个授权 首先 它会 就是 陈英国 或者是ECHA 他们会提出 一些候选的物质 然后产生 产生 批次的 候选物质清单 看看哪些物质可以进入 然后呢 再从这个候选物质清单当中 逐渐的把它纳入到这个 法规的附入14里面 也就是授权清单 进入这个授权清单的话 那么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 在一个特定的日子 我们叫它 日落之日 首先 你要去进行 申请 就是得到 ECHA的一个授权 然后你可以 对某一种物质 在某个日子之后 可以继续的 去 使用它 或者是投放 在这个物质 在这个市场上面 如果 你在 没有 及时申请的话 那在这个日子之后 你就不能够再去使用 迟造了 那目前呢 这个候选物质清单 我们是最关注的 因为 总规这个授权清单 是从 这个候选清单里面产生的 只不说它 最后 进入父母时 14的时间 是不太一样的 目前总共是 155种的候选物质 有22种 已经进入到了 这个授权清单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 从2008年的这个开始 基本上 我们后面都是每年的6月 和12月 都会出来一个候选物质清单 已经是形成这样的一个规御了 据估计呢 这个可能 这种 会在有1500个物质左右 那我们6月份出来的就是 第11K的 SVHC的 获选清单 总共是有4种 这个是一个零本类的物质 它是因为有一个生殖毒性 我们刚才说那个 比如说CM 还是PPT 或者是VPVP 等等 这只是看它 是有哪 哪样的一个影响 结果这4种 那 因为里面涉及到的 化学物质 特别多嘛 而且将来可能会更多 那一般的客户 就变起来 会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们考虑到这点呢 就是 大致的 把这些物质 进行了分类 根据它的 就是 它的一个 我们测试当中 被检测出来的一个 分险 高低 大致进行的一个排序 这样也方便大家去 理解和记忆 那第一类呢 就是PHS 叫多环方箱听 第二类呢 就是 凌本阿甲酸液 或者叫 凌本阿甲酸液 第三类呢 是 左劲 第四类是 金属表面处理的 第五类 防腐劲 原料 温材料 工业化水平 现在总共是 155 当然 我强调一下 这个只是一个大致的分量 可能不是那么确切 只是说 为了方便 让大家有记忆 首先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PHS 多环方箱听 这是它的一个分子结构 就是一个本环嘛 多环嘛 对不对 只有两个以上 连接起来的 所以是一个大类 很多的物质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结构而已 就是它里面有一种 多环方箱听 叫梅椒油 就是这种黑乎乎的 那我们知道 多环方箱听 那它是有香味咯 从名字来听 好像是有香味的意思 对不对 但其实 那种味道 一般是 不那么香 不那么好闻的 比如说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 多环方箱听 那里面有哪些物质 那里面有哪些物质 蜜青 是吧 维胶油 这些 会酸化出来的那种味道 不是很好闻的 然后 这个是N嘛 这不是葱 N油 葱这些名字呢 我们其实也比较容易去推断 它是来 主要的一个来源 是来源于石油化工产业 它的一些产物 其实多环方箱听 是广泛存在的 比如说 像我们的那个尾器啊 汽车尾器 所以我们工县里的汽车也含有的 然后呢 我们的土壤也也含有的 然后呢 还有比如说 有的喜欢吃烧好的啊 那 那个外面烧的黑黑的 这个 这个黑黑层里面 就有很多的 不同的香菇 这个 所以 这种烧好的东西呢 出于健康的考虑的话 大家还是少吃 实在忍不住要吃的话 要把这个 要把那个黑黑的那个 掰掉一点 不要吃它 是不是觉得 那个黑的特别香 是吗 损失好大啊 要损失一些口感 对 因为它是致癌的嘛 然后这个图片呢 说的是啊 我们德国 TUV来营花水的专家 他们做了一个试验呢 嗯 他们就发现这个工县的手柄上面 有多环缝仓丁的存在 那么 有一个人 做了小白鼠 去拿这个手柄 握了一会儿 然后呢 再到这个银棚灯下照一照 啊 就发现 手柄上的多环缝仓丁 转移到手上去了 然后呢 这个是可以 渗透皮肤进入血液的 就是这样去致癌的 就是这样去致癌的 然后呢 它这个又是 嗯 所以 在在国外啊 就是特别是在德国 欧州的德国 他们对于这个THS 是非常谨慎的 这个要求也是他们那边提出来的 但是在中国的话 说实在话 大家很少关注这个 像我们 有的 不在 某宝网站上 去买一些东西 你自己可以去 安装 对不对 然后他可能会送一些工具 但那些工具拿回家之后 往往就会闻到 一股很难闻的味道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芳香的味道 所以这个还是要比较谨慎 哈哈哈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爱好动手的啊 是个DIY的达人的话 那最好还是买好一点的工具 这样 既可以享受DIY的乐趣 然后呢 你可以免除这样一些 轮害物质的一些影响 那PHS 在我们检测到的产品呢 比较多的情况是 像这种黑色的香蕉轮胎里面 可能有几万个PPM 也就是它的百分含量是百分之 至少个位数吧 然后在一些黑色的 油墨 油漆或者是塑料里面 我们也会测到 大概几千个PPM含量的一个 PHS的含量 那在轮胎里面呢 为什么会含有这个PHS含量这么高啊 最好在国内的话 我们发现可能是这样一个原因了 就是他们轮胎制造厂 他们在制造轮胎的时候呢 它会是一个新鲜的料 然后加一些回料 这样子去制造的 这样也可以增加它的一些摩擦系数 也可以 当然也可能可以降低一些抽的啊 但是关键是可以 就是增加一些摩擦系数 那 它为了使用这个回料呢 就是它的一个分子结构了 为了去使用这个回料的话 它先要进行一个过程是脱流的过程 就是从右边往左边这样走 然后得到一个原料 再去进行新鲜胎的制造 在这个脱流的过程当中呢 会加入一个煤胶油 作为催化剂 那我刚刚前面说到的煤胶油 是PHS当中的一种啊 对吧 那么加了煤胶油计取 所以导致后面在轮胎里面混测出来 感分量比较高 然后啊 前面还说到这个 黑色的油漆塑料呢 它里面是因为加入了炭黑 这样可以做出来是黑色的 那么炭黑呢 它也是这个 实化的一个产物 前面我们讲到了德国 对于PHS的要求 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有的产品它要做GS认证 应该就不陌生了啊 我们做GS认证的时候 它会要求做18个PHS的要求 跟他跟皮肤接触的时间场管啊 然后进行分类啊 每个类别 它的一个PHS含量要求是不一样的 然后美国呢主要是16种PHS的要求 然后在Reach 就是我们说的 有四根柱子嘛 第四根柱子里面 我们会发现 有另外的八种PHS的要求 所以 嗯 待会的话我会 我们就会再讲这个八种PHS 那么第二大类呢 就是零本阿甲山岩 零本 这是一个本环 然后相邻的位置有一些 幻灵盘 所以它名字大概是非常的产生的 这是其中的一个零本固执 它的一个状态 非常透明的 那 现在呢 我们的 呃 就是刚才说到了 高度关注物财 SVHC 候选清单的话 总共是有这13种零本的物质 然后呢 其中有4种 已经纳入了 呃 附入十四 也就是授权清单 那 要授权清单 不使用的啊 那在第四根柱子 禁用里面呢 呃 有 六种的零本 它针对的是 儿童产品 跟儿童相关的一些产品的 那其中三种是跟这个数据清单是重的 还有三种呢 呃 是不包括在这个里面的 所以 你说 如果我要根据 REACH 去做零本的测试的话 呃 假设你又是一个 儿童相关的产品 那你可能 要做这 十六种的零本 呢 零本的一个主要用途是做增速剂 啊 比如说像PVC 它加入这个零本之后呢 它的分子结构会发生变化 然后就变得比较柔软 可以 可以塑形 它的加工性能会非常好 哦 应用范围非常过 那 零本类物质呢 刚才我说到有一个RAPID 就是快速淤井系统 欧盟的对吧 那里面有很多的 关于化学方面的一些违规的 那在玩具里面 非常多的是关于零本的 一些要招围啊 或者是干嘛 或者是推货的 像这个 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了 它里面就是玩具娃娃 它 它的胳膊啊 腿啊 吃软的呀 是吧 小朋友很喜欢玩的 然后我发现它里面有19% 含有零本 这个含量非常高的 然后像我们的 嗯 一些 医疗好材 比如说一些 血管啊 血袋啊 就是PVC材料做的 那里面也是含有很多的那个 零本的物质 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损害是对生殖性的损害 哦 那么 特别是孕妇怀孕的时候啊 它 比如说 有些新闻报道说 台湾的某个孕妇 特别喜欢喝珍珠奶茶 然后 怀孕期间喝了很多的珍珠奶茶 然后 然后生下一个小男孩儿 然后保险它的 性不生殖器官 就是 发育不完整 啊 就是主要是 体现危害在 对生殖系统的危害 那 嗯 除了这个呢 也顺带说 说一些案例啦 这个也是发生在台湾 宝岛台湾的啊 就是他们发现啊 就是 在喝到我们一些罐装的饮料里面 发现有加入了工业用作增速剂的BHP 那为什么会在我们的饮料里面发现这个东西呢 这个 不应该呀 对吧 但是偏偏就是测出来了 因为 啊 后来大家发 去调查 发现了啊 因为在这个 呃 饮料里面通常呢 他们会加入一个 就是启铃剂吧 这个叫分散剂 他们加的是 棕榈油 或者是葵花籽油 这种可食用的油 它能够让这些果汁 就 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 都是 非常均匀的 不会像这种鲜榨果汁一样 你呆 停留一段时间 它就自然分成了 对吧 这样面的都 都沉下去了 不会发现这样的情况 那一般我们的消费者 我们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你如果看到 你买的那个瓶装的饮料 封成了 你会 什么感觉啊 它变质了吧 是不是 所以呢 啊 他们这个 里面一般以前都会加这个 食物油的 但是后来他们的 发现这个 呃 呃 启瓶剂 就是用DHP这种东西 工业用的 也可以起到这个效果 啊 然后就 有一些不乏的商贩 就把它 从食物油 换成了工业用的DHP 这种物质 刚才我们讲到了 它是有很强的生 生殖毒性的 所以 这些人的一些所作所为 真的是 就是 让人 难以 难以倾诉 他们所带来 对后代带来的一些影响 是吧 他们自己也有后代嘛 第三大类 阻燃剂 哦 特别是像一些电子电器 然后它可能工作会发热啊 等等 然后它塑料里面 会加一些阻燃剂 然后到 缓阻啊 缓阻啊 或者是防止一些火灾的一些产生 好 看看 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一些比较隐熟的物质啊 六周环十二丸 还有 石秀莲本名 这个是在我们刚才讲 Rose的时候也知道过的 对吧 六周环十二丸 是 呃 极有可能 新增加的 限制物质 在Rose里面 啊 然后石秀莲本名 这个更加已经是在 Rose 叫PPD 这个物质 里面 已经存在了啊 所以 嗯 看 这些东西应该不过剩啊 如果有用到 塑料的材料的话 就特别要警惕一下 嗯 第四大类是金属表面处理的 比如说三氧化个 中格酸胺 中格酸钾啊 等等啊 很多的都是一些 呃 个盐 含个的物质 它主要是表面处理的 金属 嗯 嗯 嗯 第五类是 颜料 颜料 它的名字 往往从它这个 名字里面 也能看出一些端腻来的 什么红啊 黄啊 等等 嗯 然后 还什么紫啊等等 也是特别长 然后这个 嗯 在颜料啊 一些纺织品里面 可能会 一些还有 啊 保温材料 保温材料呢 它主要是在 啊 我们的 建筑 建筑里面 会用到的 这个跟我们的 一般的产品 不是很相关 还有防腐剂 防腐剂 比如说 TBTO N酸 韩生的 氧化物 哦 那这个 防腐剂呢 它一般是 用在一些 自然的材料 比如说 木头啊 纸张啊 自然材料里面 起到防腐作用了 嗯 哦 工业化学品 工业化学品呢 就 有占很大的比例啦 在这个 155项里面 占很大的一个比例 嗯 它这个 一般是我们在 化学合成 过程上 比较上游 的时候 可能会有的 但是 它 在我们的 中端产品里面 一般是很少发现的 好 我们刚才讲了 前面三根柱子了啊 一个是注册 一个是 银沟 还有一个是 授权 授权呢 我们转动地讲了一个 高度关注物质 SVHC的概念 是吧 然后在 这个奉选清单 155种物质 哦 把它进行了一个 大致的分类 给大家重点介绍了 罗华方箱厅 灵本 还有主人记 啊 这几个物质 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 那最后呢 就剩一个了 呃 最后一个柱子 禁用 这个是 RICH法规的 俗路时期 哦 这个可能 要更新一下啊 是64条 已经是64条了 它这个禁用呢 呃 呃 其实里面的东西 呃 也不完全是新的 很大程度上 它是把 欧洲以前 就有了一些 呃 禁用物质法规 76 769 17 和 它的一些相关的 修 相关的一些修订指令 啊 就把它 放到这个 附属时期里面 所以 你们的产品 如果以前 就一直 呃 有应个物的要求 要做一些 读读的测试的话 那其实 多半以前 呃 都是 参考了 这些指令 呃 那现在呢 就是画了一个叫法 叫这个 厚格的 呃 分路时期 那给大家 呃 举些例子吧 看这个 禁用的话 是怎样的一些 损失 然后 比如说像 CV格 它是定了23条 它的一个限制要求 是 100个PPM 呃 100毫克 每千克 呃 100毫克 100毫克 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 禁用 主要是 针对这个塑料 各种类型的塑料 因为它 可以做塑料的一些稳定剂啊 然后得了一些氧化物 也可以做一些颜色 还有 哦 蛋燃料 哦 它是 出路时期的 第43条 那么 主要针对一些 纺织品啊 纺组装文的 它的 呃 限制要求 是 30毫克 每千克 也就是 30个PPM 然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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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的第63条里面 啊 它针对于这些手势 它有 呃 百分之零点零五 也就是 五百个PPM 这样的一个限制要求 那 从 我刚才给大家介绍 这几个禁用 大家可能就 有感觉了啊 它并不是 对所有的产品都适合的 它是针对某一类产品 可能要 是有某一个禁用的 呃 呃 物质 所以我们要去看 哪一些禁用 是对某个产品之有效的 那说到这个 好单燃料的话 那我们也要查 你说 这个 跟我们直接皮肤 皮肤接触的特别是 一些内衣的话 在国内里 买东西 最好还是 采用一些比较 单纯的原色 浅色的 会比较好一点 啊 然后呢 这个 呃 又说到了一个 快速预警系统 REX 啊 里面有提到了一些案例 比如说 第61条的 富马酸二甲脂 这个案例 嗯 那是2009年啊 那个时候就是 颁布的一个 一个要求 那是怎么 那个阶段呢 他们发现就是 很多的一些消费者 他们买了一些皮革制品 这些皮革 又跟皮肤接触的话 啊 会发生皮肤过敏的现象 有的是红疹啦 有的甚至是溃烂啦 这种情况 然后他们追根溯源 啊 发现 测到了这个DM 富马酸二甲脂 那为什么 嗯 会有 富马酸二甲脂 会 在这个皮革制品里面呢 那 像我们 假设啊 有一个产品 嗯 比如说像 鞋子 或者是皮质的沙发 等等这些 它通过海运 就是 呃 出口到欧洲市场上的话 那 为了防止 在海运过程中 呃 过程当中 就是很高的湿度啊 温度啊 发生一些发霉的情况 那么他们会 啊这个 嗯 DMFU 啊 这种东西 作为防霉剂 这个小袋子 啊 放好就是 放在这个产品里面 但是这个 富马酸二甲脂 它挥发 会沾染到 这个皮质品上面 啊 那如果消费者 买回去之后 皮肤接触了 就会发生这种 过敏的现象 嗯 然后呢 欧洲人 也 特别容易发生 这种过敏 像我们 中国的消费者 好像 也很少 听到这样的报道 说 我在小摊上 买了双鞋 然后干嘛呢 好像比较少一样 有的话可能 大家也没这种 维权意识 也不会往这个方面去想 然后这个是石棉纤维 第六条呢 这个也是一个 通报的一个案例 它是一个水 水壶嘛 然后里面它 用了这个石棉纤维 作为一个保温材料 保温隔热的 但是这个石棉纤维的话 它对付肺部 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我们不是经常听到 有时候沉肺病吗 如果是 沉吸吸入 达到一定量的话 会导致我们得 严重的肺部疾病 甚至是肺癌等等 所以这个是 静止的 它没有一个限制要求 是绝对静止的 Not enough 那 这里呢 是相对比较新的一些 禁用 的一些更新 前面我说过 有PHS 八种PHS的一个禁用嘛 那它之前的话 是针对轮胎 或者是轮胎组件里面的 有八种PHS的一个 含量的一个要求 那现在它进一步扩展了 那就是 把这个PHS 扩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只要是 物品的橡胶 部件 而且这个部件 直接长期皮肤口腔接触的话 那就要去限制使用 就是限制这个里面含有的一个PHS的一个含量 它又分成两种情况 一个 对于 玩具类的 它的一个限制要求 比如说 运动设备啊 家用器具啊 工具啊 衣服 鞋表 戴头 面具 头戴等等 那就是 一个毫克每千克的一个限制要求 那这个要求呢 是从2015年12月27号开始 生效的 所以 我像刚才 就为客户 我沟通了一下 那这个要求呢 你的产品类别 特别多 是吗 是 所以这个对你影响 真的是特别大的 我觉得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欧洲 特别是德国 非常他们 关注这个PHS 是 我们都在做这个程序面的程式 是 是 我们会对手机工具上 不要求PHS的性质量 好的 好在是 还有一定的快线期嘛 在这个期间 我们可以做一些 然后是今年一开始 是 是 嗯 像他的那个衣服的话 甚至衣服上面 有这种香蕉的物件 对对对对 然后而且要跟前面 他有个条件嘛 直接长期评付 或者是和相接触 嗯 然后呢 嗯 五月份的一个更新 是 嗯 又加个 化合物的 嗯 那以前这个六加个 我们可能会说 它的一个电镀工艺啊 在金属 表面的话啊 嗯 我们说 那个彩芯嘛 有的时候 看起来很多彩色的 那个金属表面 看起来可能是有了 六加个的一个含有 那 现在呢 它也扩展到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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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它的一个 限制要求 是 三毫克 没轻盒 但是 它 那个 那个 这个 是用于 2015年 5月1号之前 投放 在市场上的 25米 嗯 它 生效的话 是从2015年 5月1号 开始 所以 这个 也要关注一下 那 最后一个部分啊 就是我们刚才讲了 RICH 它的一个 大致的情况 然后 里面的四个主要的部分 注册 评估 授权 禁用 对吗 那我们最后来 总结一下 就是 啊 我们固评 在这个 RICH法国内 给你们一些义务 首先 我们是要看 那个 满足复入时期的要求 是不是满足这个 复入时期 刚才我举了很多 一些禁用 一些要求 当然 大家也不要 特别担心吧 因为 这些 除了那些更新的 扩展范围的啊 以前这些要求 在 769里面 都已经提到过 然后呢 如果它满足的话 OK 我们再走下一步 看看这个物品里面 它是不是还有配置品 或者是有益释放的物质 这里有一个 新的名字 叫有益释放的物质 什么叫有益释放的物质 什么叫有益释放的物质呢 那这个物质 它从这个物品里面 释放出来 它是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助功能 可以给这个物品 起到增值作用的 比如说像那个 一个橡皮擦好了 有的橡皮擦是有香味的 然后小孩子就会更加喜欢 对吧 这个香味 是起到了一个增值作用的 那这个香味呢 其实它也是一种物质 这个是真正的方向物质 那这种 这就叫有益释放物质 比较 如果你这个里面 含有配置品 或者是有益释放物质的话 那我们要来考虑 它的 这个物质 和配置品里面 每一种化学物质的 一个含有情况 它的一个量 如果是小于一吨 每年进口 或是生产 能量的话 就没有什么额外的义务了 如果 不幸 很不幸 你这个 每一种化学物质 只要里面有一种 它是大于一吨每年的话 那你就要去进行注册了 刚才我们说到 注册的是到2018年 要剪制的 大于一吨每年的 要进行注册 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一些情况 不要注册的话 又是很大的一个 一定麻烦的事情 那如果 不含这个 配置品 或者是 释放的物质呢 那我们就来考虑 这个SVHC 就是在授权 这个环节 我们讲到的 它这里面 含有SVHC 首先我们讲最简单的 这个吧 如果它 虽然含有 这个 SVHC 但是它的一个 含量 在这个 整个 article当中 是小于 0.1%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 额外的义务 如果 它里面 含有 一个 SVHC 它的一个含量 是大于 0.1%的 那么 必须要 供应链进行沟通 因为你这个东西 给到你的用户的话 它要使用啊 万一这些 SVHC 会对它 造成 什么影响呢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 信息 披露给它 告诉它一些安全 使用的信息 最坏的情况 就是这一种吧 它的SVHC 在物品当中的 含有量 是大于 0.1%的 而且 这个SVHC 统计下来的话 它一年的量 制造或者是进口的量 还超过了一吨 那么 那我们必须要 对 ECHC 去进行通报了 那个 那个比例的话 是指 一种 还是说 所有的 加合起来 不是 我们现在有 比如说有155种 对不对 它里面任何一种 任何一种 对 就是按单种的 单种的 然后在这个 这个 这个article里面的 不是说 155种 加起来 不是 所以 对我们 最 最好的一种情况 就是 满足复读式器的要求 然后呢 在这个 这个article里面 我们不含有 SVHC 或者即使含有的话 我们能够 想 想办法 让它降到0.1% 这个我们 就是涉及到的一些 相关义务 就会 要少很多 只要 我们收集相应的一些 信息啊 或者是做一些 相关的测试就可以了 那我们刚才有说到一个 就是 一个沟通嘛 供应链沟通的 里面的一个 一个义务啊 那如果这个 是 消费者买到 一个 产品 我们的叫物品 那我们会 有一个 条款啊 又是一个叫 45天义务的 我们要 需要留心 关注一下 他说的是 物品中含有 SVHC的质量 百分含量 超过0.1% 如果有客户 混询 物品的安全 使用信息 需要在45天内提供 这个信息呢 至少要包含 这个物质的名称 那现在 那现在 德国 他们 一些 主管 机构 还有一些 NGO组织 他们呢 就 对这些消费者 进行一些 教育了 让他们 知道说 你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权利啊 你可以 通过 行使这个权利 来保护自己 不受这个 高度 关注物主的影响 那么 他们还 就是 就是 开发了这样的一个 网上的一个 征询系统 消费者可能搞不清楚 什么叫SVHC 但是呢 他只要去输入 他知道 容易理解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 像一些 产品的名称啊 然后 他自己的一些 Email啊等等 这些联系方式 然后 一按 他就自动发送了 一个 征询的邮件 发到这个 制造商啊 或者是 进口商那边去了 去帮这个消费者问 我买的这个东西里面 他的一个 高度关注物质 含有的情况 是怎么样子的 会有一个标准格式的 邮件发出去 然后让他 给自己 一个回复 45天内 一个回复 那像 有一些 大的企业呢 可能会做得比较好一点 他们自己 企业内部 有这样的一些 环境管理的啊 或者是品质管理的 这样的一些部分 专门在做这些事情 然后一些消费者 只要他输入相关信息的话 他就自动产生 这样的一份 一件出来 告诉你啊 我这个产品的一个 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 SensuraM这个 他就自动出来 这个产品 不包含 SHC 里面就是有超过 0.1%的 不包含这样的一些 SHC 是这样子的 当然他们有这样的一些 人力 和一些知识啊 去做这样的一些 事情 那对于更小一些的 那我们国内的一些 制造商来的话 我们总是要 如果进口商 采购了我们的东西去卖 那我们怎么去 了解这些信息 然后其实提供给那些 进口商呢 这个 可能大家要多花一些心思了 首先自己 要尽可能的去了解 这个法规的一个要求 然后呢 然后把这些信息 尽可能无误的 传递给你的供应商 让它能够给你真实有 有效的一些声明 或者是第三方 比较直接了断的测试报告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是违反了RICH法规的话 会得到怎样的一些处罚呢 还是以德国为例了 德国的话有一个抗血品安全条例 这个条条例呢 它确定了就是 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违反 包括RICH法规在内的 各项欧洲法规的一些刑查措施 但是 它这里面就提到了 我们刚才说到的 第三十三条的 四十五天应务 如果你不满足 这一条的要求的话 它最高能够罚款五万欧元 所以 如果你违反了RICH法规 复路时期的话 最高会有五年的行则 所以这个还是相当严重的 一个惩罚 所以呢 给大家一些建议的话 如果要给大家一些建议的话 首先还是 建议大家关注一下 性质物质的含量了 因为 发现有一些 可能是 比较上游的一些供应商 问过来的时候 他们 往往完全不知道RICH是什么东西 然后他们以为 SVGC就 全部代表了 那个 RICH法规 可能 也不知道 这个限制物质的一个要求 需要优先考虑的 然后呢 第二条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尽量去控制和避免物品中 任何一个SVGC 大于0.1%的一个 百分含量 尽可能 就是 做到上面点的话 就 能够 避免去通报 通报的话 你可能要 去 提交很多的一些资料 看是不是能够 去使用这个 在某种程度上去使用这个SVGC 如果你想孩子 想继续使用的话 他就更加需要提供这些资料 第四个 那我们刚才就是说到了 如果说物品中 它万一 还有一些必要的配置品 或者是有益释放物质的话 那我们就先要做好准备 帮这些 帮这些 配置品和 有益释放物质 去准备 它的一个安全数据表 SDS 或者叫MSDS 这个 它里面可以列出来 它里面 这个物质 含有 它的一个百分比含量 具体是含有哪些物质 这样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 是不是可能有SVGC的一些存在 好 最后一页是讲 我们TVV来应可以提供的一些服务 比如说 做一些风险评估 然后 如果你拿到一个产品 你不知道 要满足RICH的要求的话 具体要做哪些事情的话 我们也可以 帮你去评估一下 然后 设计相应的一些测试方案等等 去做信账物质的测试 或者是 高度 关注物质的测试 然后呢 还可以 帮你们去准备MSDS 还有一些 相应的法会聘讯等等 那我们 公司有一个供电部 专门有一个团队 可以 去做 录制的一些 注册和通报 所以 我们也有这样一些 一整套的一个服务方案 可以提供给 不同类型的企业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 关于RICH的一些介绍 让大家有些疑问 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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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 课训就到这里 结束 嗯 如果会 在工作当中 遇到什么问题 随时都可以跟我 进行联系 嗯 谢谢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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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来 呃 参加这个 ROS & BRIDGE 的这个研讨会 主要是为了了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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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帮助我们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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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到我能够 嗯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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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法國也如何培訓教育我們的供應上能夠順利的達到這個法國的要求 是我們的產品能夠順利的倒走 謝謝你 我是你,來自威士辦公室上海的公司 目前是做Rose Tommy的 來到萊茵這次主要想了解一下 Rose的新版本的狀況 還有他的過敏條款的變更 還有Richie的這件155項的新版本發布的情況 這次來了以後就是 聽了一下就是感覺到有Rose的新版本的變化 然後回去以後能夠更加輔導我們 就是指導我們的公密商或者我們的鐵道 能夠更加完善的我們的公司體系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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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